這就是人性的誘惑 路過誰守可得的金樹 我想想我整棵摘掉了都沒人知道 你說是不是人性的誘惑 我上鏡當然說不撿,我路不實為 但當真的有錢在這裏 又沒人看著你,你待了之後沒人知道 你做不做好? 現在就是這樣 好了,我現在就拿到了 我真的不會撿的 但如果有一個圓柱走出來 我一定會馬上買的 整個金的樹林 你看,你過來拍一下這邊 差點滾下去,差點踩一坑 這些就是貪心的結果 提醒我不要抵死的 偷金偷到這樣 這樣就是了 我小時候會撿出來 對呀,那隻狗會撿出來 我不是那隻狗,一有蛇怎麼辦 我不會撿出來 你看,整個山頭就是甘霖了,多好看 走,不要,留內衣真的忍不住摘它 走,快走 香港有天壇大佛,大埔有觀音像 實在有這麼高的尼納佛 我最初以為尼納佛是佛教,原來不是 它是近似道教的,它有一個中式外表 但就融合了西方建築裏面 很特別,挺好看 其實之前我拍過的,不如用之前那一段吧 我不是說宗教的東西,是純粹建築風格來看 我覺得是很吸引的,整個建築風格很特別 有個頂部的玻璃類似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形態 有些網友就認識,我熟建築的那些 尖尖的樣子是很漂亮的 簡約得來,怎麼說呢 不是很會說,但也要說 你會感覺在中西之間,我覺得是拿到很好的平衡 看上去,你有點舒服 就不像中式那種濃的中國味道 是有東方的味道 它好像混雜了,印度再加上 又有少許日式的感覺 真的很複雜 我的程度只能說到這麼多 沒有其他東西了 走 是漂亮的 新竹這個鵝眉湖,我覺得是蠻漂亮的 現在呢,因為這一年呢 台灣下雨比較少些 所以這個湖呢 就比較乾少少 Dry 一點 希望今年就多一點雨水補充一下 就好 如果你覺得自己很慘 這個世界有很多好心地的人 譬如這樣 苦命者免費 如果你覺得自己很淒涼 你自認是很淒涼 它免費給你的 做些什麼呢 自助占卜,十元一簽 但它自助,自助就是沒有人手 我怎麼跟機器說我苦命者呢 我想稍後去看看 這個slogan我覺得挺好看 挺吸引的 苦命者免費 我馬上看一看 這個都不錯的 無菜單,午餐供應 什麼叫無菜單 我就很難理解 無菜單 但下面呢 已經有些菜單在這裡 它又困了我 看了一看一看 菜單啊,無菜 數分都有 菜的意思是 喂,炒青菜 什麼叫無菜 我氣死了 我就不太明白了 那我就投個幣 哦 你總之呢 你覺得自己沒問題 你就投個幣下去 你就自己口子簽 就自己去拿 那如果你自認是苦命呢 你十元都不要投了 他就考驗一下你 你看人性 你覺得 你誠不誠懇 十元雞通常人都會投的 這個是 那你做不做本命者 我不做本命者 神經病 死都給他十元雞 是吧 我是未求過簽的 不過我沒什麼興趣 給了一些東西 好就好 例如我去看相為例 遇到一個好心點的 引導你去想一些好的東西 遇到一些壞些的 你就慘了 它呢 就空歸你 黑歸你 你怎樣怎樣怎樣 不然你就死定了 你要做些什麼出來 被人捏住的雞頭 你到時哪裏都不用去的 你這輩子都要靠他 所以這些 我自己 我避得避避 我老婆婆 那時候打仗 在途中 有個懂得看相的人 就抖她幾句的相 她說 你不過了五十歲 看你的樣子 就是這些物語不好心地 就是 我老婆婆婆很厲害 她立即回應她兩句 我死你都未死 不是 你死我都未死 這樣說一句 那呢 我現在呢 我老婆婆婆呢 九十幾歲 那我就很肯定 那條人 應該呢 就一定不夠她長命的了 不要說我老婆婆婆 李嘉誠那時候呢 就是我們香港人的偶像 他年輕的時候 有人批過他 這傢伙這輩子沒有出色的 這傢伙 這傢伙 真是 有眼不識泰山 不知道是否還可以出來走 我想說一句 你與其 那傢伙準不準呢 其實是五十五十的 那你相信五十五十 你不如自己把眼睛出來 摘公子算數吧 就是這個意思 這裏很特別的 我看到下面的底 是玻璃的 原來 我剛剛才看得到 那裏呢 還有一個藝術裝置 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是藝術了 一個 躺在水裡的巨人 我覺得他很像 不錯 這裏環繞著 都有很多間不同的餐廳或者café 令到那個感覺 真的個人的感覺是很舒服的 水也不是很少 已經算少了 哦 哦 哦 謝謝 哇這個位置呢 是用來開派對的嗎 哦 都是café 你看看 在這裏 看一杯咖啡 看著一個湖景 我想問你要搭多少錢 機票去一個 什麼環境 才能找到這樣的環境 來喝咖啡 這裏呢 就在新竹 鵝味香那裏呢 這個叫做傳說中的 香野咖啡 後面還有一棵 知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它叫做落 屁股 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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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野咖啡 傳說中的香野咖啡 蟲 那你是不是坐不下喝杯什麼 他們兩個來玩嗎 真的不錯 是啊 真的不錯 大家晚安